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各位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Carmen 今天又是我和袁醫生為大家主持這個節目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你好,大家好 今天袁醫生就會跟大家講講 可以使用同類療劑幫助孕婦順利生產 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同類療法很多名人都會採用 例如我們之前提過很多次 英女王本來在生產查理斯王子的時候 就是有點危險的 最後復用了同類療劑之後 就可以順利地彈一下查理斯王子 另外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懷孕的時候很多藥物都是不適宜復用的 可能吃了西藥或者中藥等等 都是有很多不少的副作用 我們會很擔心的 袁醫生是否我們如果用同類療劑的話 可以令我們安心一點去服用 而又不會為我們帶來副作用的呢? 我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同類療法在這方面的應用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講這個課題呢? 同類療法可以這樣講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工具來的 所以很多人平時不用這個工具 但到他懷孕或者臨盤的時候 他都希望用一些安全天然的工具 亦都很多人都質疑 自然醫療好就好 只不過他慢而已 我和大家也講過 其實痛療法是一點都不慢的 尤其是當你遇到緊急的情況 譬如你好像英女王以來沙伯二世 那早年就刪查理斯王子的時候 他就遇到難殘 總之就是當時 當時王室當然有很多醫生看實 很多醫生說不行 我們不如要開刀 要副副查理斯王子 我和大家同講過 英國王室自維多利亞女王以來 一直都有同學療法 是他們的御醫隊的一個成員 當時有一位同學療法醫生 叫做Sir John Weir 當時這位同學療法醫生提議 他說不用那麼急 不要那麼快開刀 試一試同學療法 於是就被英女王吃了一劑同學療法 這個名字叫做Colophyllum Colophyllum Colophyllum可以說 中文翻譯為Sigma Blucohosh Semi-subjugor Sorry 那個Colophyllum 是Sigma 他給你吃Sigma 二巴士一劑之後 立即查理斯王子 就順利生出來了 所以大家經常都有提及 查理斯王子 他每次去外國旅行都好 他經常都帶著一包那些 即是一盒子和療法的療劑 差不多是私人的 我們很多病人都認識的 我們會買一包的所謂Travel Kit 36隻在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但這隻王子一直推揚自然醫療 和療法 順勢醫療 如果大家在這種臨盤的時間 是緊急的時間 如果你是適當地使用療劑 其實是會把整個危機破壞了 還有很多人在臨盤的時候 或者懷孕那段時間 會經歷很多不適的 那時候你是怎樣 你敢不敢用膝藥呢 所以最好當然是用一些最安全的工具 亦是效果最快的 所以我今次就特意和大家介紹 大概幾隻十隻 經常是可以用在臨盤 生小孩的時候 或者在懷孕過程 是幫助你順利懷孕 和生小孩 始終在我的工作裏面 我也很少會和病人在產房 幫他治療 始終香港是沒有和療法醫院 沒有自然療法醫院 其實他都未必方便給我在隔壁看實 當然我自己的妹妹 我自己的太太生小孩的時候 我也是在醫院幫助她們 好了 不如今天我就把我們同一療法 那幾隻有用的療劑 就介紹給大家知道 其實只要大家避免 因為同一療法的療劑 你自己買了之後 隨時可以用得回 我覺得今集 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用同一療法的療劑 是幫助你順利生小孩出來的 如果我萬一到時用錯了 都沒有問題 是嗎? 同一療法的好處就是這樣的 在緊急的關頭 你用療劑 基本上你是5分鐘15分鐘 就有效果了 如果你吃了之後 你覺得好像沒什麼大幫助 你基本上 你可以專用第二隻 都沒事的 是的 第一隻療法的療劑 好像是能量的一種頻率 如果你頻率不適合你 你就不會產生共振 其實等於沒有發生過 好像吃了幾粒糖 或者吃了幾滴水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效得來 非常安全的工具 所以值得大家去學習 如果大家有機會用得到 如果大家有機會用得到 可以說對你的三十元仔的過程 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先和大家介紹幾隻療劑 其中一個是最常用的療劑 英女王用的療劑是叫做Colophyllum 我們中文翻譯叫聲麻 但我覺得大家盡量記英文的名字 因為全世界是沒有什麼地方 可以用中文買到這些療劑 雖然我們的健康店 將來會放一些療劑 用中文都會有些類型 給大家去選購 好了 Colophyllum的串法就是 C-A-U-L-O-P-H-Y-L-L-U-M Colophyllum C-A-U-L-O-P-H-Y-L-L-U-M Colophyllum 中文叫做聲麻 叫做Blucohosh 好了 英女王當時就是這樣 她就上山 始終作動 但她打不開 結果她就會用這個療劑 好了 什麼情況之下 當你的痛就是斷斷續續的痛 當然痛會很尖銳 和很抽痛 但是她的痛在哪裡呢 她可能抽縮的力度 去到膀胱 去到下陰部位 或者到下肢部位 或者她根本沒有力氣 抽不到力氣出來 她的眼睛在這裡等著 而且她的痛是飛來飛去的 令病人很疲累 疲累了 疲累到連說話都沒有力氣 這樣 這種我們叫做假產 遇到這個情況假產 即是你自己是收縮的痛 但這個痛不是向你的子宮方面去推下去 令到你的子宮口沒有擴張 那這種假產的情況 那個療劑就是Colophyllum 這個就是英國王室用的 英女王當時用的療劑 我通常建議你用30C或者200C 這個所謂分能 同一療法的分能 所以你去買同一療劑的時候 其實你要說明你是要什麼分能的 我們在我們的網台介紹的時候 我都盡量介紹用30C 因為30C 第一 它又不是很高分能 但它也可以這樣說是中度分能 對一些這樣的急性 急救是很適合的 還有因為它是30C 你知道到6C 就將本來那個物質稀釋到 是剩下一粒分子的 到了30C 可以這樣說 你去發現失言 是全世界最精緻的儀器 都認不到任何東西的 所以萬一在法律上 遇到什麼的阻滯的時候 其實它沒有辦法阻戰你 因為你是喝點水而已 全世界沒有什麼法律 我連幾滴水都不准吃 所以我建議大家有機會去配備的時候 就用Colophilum是30C 如果你什麼都不適用 遇到到時到後 如果你覺得是出現了 真的有些所謂假產的現象 可以用的 也都有些情況 有些人就是到臨後面的時候 比如臨後面一個月 兩個月 比如四十週裡面 他在後面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用的 可能平時一天用一次 也有些人會這樣用 但也有些人認為你不需要 可能沒事發生 可能很順利 除非你過去的經歷 每次生小孩都遇到一些阻滯的 你不如可以早些服用 如果你是沒有 但如果早些服用 我都沒有腎痛 也不知道是用哪種療劑 所以這個Colophilum的好處就是 一般性是當你難產有阻滯 可以推不到出去可以用的 也有機會 如果你過去的經驗 每次都是有問題的 你試試用了之後 可能這次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是Number One 如果你要數一下 要買哪一隻 有你沒有你 這個是Number One 好的 第二個療劑 我們就叫做Semi-Sephuga Semi-Sephuga 其實也是跟Colophilum相熟 它是黑星蠻 黑星蠻 Semi-Sephuga的寸法 就是C-I-M-I-C-I-F-U-G-A Semi-Sephuga C-I-M-I-C-I-F-U-G-A Semi-Sephuga 下一步是Species 叫做Racemosa R-A-C-E-M-O-S-A 但有時候你不需要 因為跟療法 Semi-Sephuga只有一隻 不會有其他的品種 所以也不會搞錯 要你去買 我想買黑星蠻 或者Semi-Sephuga 都是30C、200C就可以了 好了 那什麼症狀 什麼指引之下會使用呢 當然Semi-Sephuga 可以使用在一些情況 你可能是作痛 就很可能有少少作流產 例如你突然之間 可能到早期也好 可能第三週 第一個trimester 都有出現這個症狀 那它的症狀 就是有少少作流產 痛 那種痛 那種痛的感覺 是由腹部那邊 是兩邊走來走去的 OK 可能在腹腔走到寬關節 兩邊走來走去的 另外 令到那個孕婦 痛到整個人 躲起來 甚至痛到想暈倒 OK 那這個就是可以考慮用的 那 好了 這個是早期 就是第一週 可能已經有這種症狀 即是作小產都可以吃的 作小產都可以這樣用的 是 記住那種痛症 就好像 就是飛來飛去的 就是左邊 左邊 右邊走的 還有是很痛的 那有時候的痛 就好像人家那些 風濕那種痛 有些人這樣 形容它 風濕那種痛 那樣 好了 也都在那個情況 就是 你接近了 接近那個 那個 那個 臨盤 就快要生 就遇到這種 痛楚 跟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個星麻有少少不同的 星麻的症狀 有時候就是 它沒有什麼發生的 知道嗎 它總是抽下抽下 但是就是 推不到開的 那個 那個子宮 那個口那裡 是沒有 沒有擴張到的 但是那個 Semi-Servigo 那種痛 是很尖銳的 飛來飛去的痛 那也有時候 那些痛 就是伸展到那個 腿部 或者背部 那方面 那這種這樣的 那樣的痛 也有一種 那種 假產的那種痛 也都有 醫學上 叫做 子宮的風濕 那樣 可以記住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特別痛 就可以用 Semi-Serv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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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症狀 它那個 心境 是很 很欺負的 好像有一個 烏魂蓋頂 那種感覺 就是它那個 心情是不好的 悶悶不落 有這種 半症 精神狀態 就好像 烏魂蓋頂 很不開心 那當然 這個療劑 就不一定是臨盆 或者 生死 懷孕才可以用的 那我也知道 大家都聽過了 現在很多種 有些 叫做 症狀 像肌肉纤維 那種症狀 那些痛 我們叫做 症狀 長期疲勞症 其實很多 有些書 整本書是講這個問題的 都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是很難醫的 那這個 也是我的過去經驗 我都經常會用這個療劑 那如果一個人 是周身 經常都冤痛的 頸背痛 股頭痛 但是痛到他 一個人發脾症 情緒低落了 好像烏魂蓋頂 這種情況之外 記住 Semi-Servuga 黑星麻 是一個很好用的療劑 好了 那這個就是 數一數二 如果你說 哎呀 我也是 我又不想用那麼多療劑 用的最重要 那我起碼 買到這兩種先 是吧 起碼買到這兩種先 好了 那第三個療劑 可以和他介紹 比較細小小的 那你知道 很多時候 懷孕期間 那些女人很容易 是静脈腫脹 曲張 甚至乎 是静脈發炎 都會有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用那個叫 Hammamelis H-A-M-A-M-E-L-L-I-S H-A-M-A-M-E-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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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的中文是 北美金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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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M-A-M-E-L-I-S 通常用於 任何的静脈的腫脹 流的血是滲出來的 不是飄出來的 黑黑默默的那種流血 H-A-M-E-L-I-S 是很好用的 有時候有些人 你知道了 現在人們很容易 上飛機 很害怕 就會有血泉 腳出現血泉 這個問題 他就會用 帶有壓力的壓力物 幫助他 如果你們有這種 一般來說 譬如經常有 靜脈腫脹 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療劑 是北美金柳梅 H-A-M-A-M-E-L-I-S 是一個很好應用的情況 在懷孕期間 如果你覺得 糟糕了 我的小腿裡 經常的靜脈 有種種脹 有少許發炎 那你怎樣算好呢 那療劑就H-A-M-E-L-I-S 乘搭飛機 如果整天腳腫 是否都可以 如果這樣說 如果你有這個問題 是可以的 你可以用住它 讓它不會那麼容易 出現那個 靜脈的血泉 腫脹 而產生危險 它的危險就是 血泉 血快會走到腦 會引致中風 如果走到心臟 就引致心臟病發 其實是有這個危險的 也有人在這個問題 就是在飛機上暴斃的 也知道 最出名的美國總統 患有這個病 就是尼克順 所以有人叫做尼克順遜病 其實是Phybitis 還有一個症狀 就是烏頭 烏頭 烏頭 在什麼情況之下 用在烏頭 因為 乎你的症狀 是來得很激烈的 根本是忍不住的 那個症狀 是來得很激烈的 而且很密 離得很快 令到你個人非常之不安 和很焦慮 甚至乎你覺得 你覺得死了 我會不會死 這種念頭 在腦海之中 很厲害 很怕死 哎呀我快死了 你想到這樣正常的人 惶恐到很厲害 這樣的情況 記住 一滴污頭 就立即給他安靜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情緒之下應用 你記住 這個是很特別的情緒之下 可以使用 好了 還有一個症狀 這個症狀 是叫做 Gelsemium Gelsemium是一种经常常用的感冒药 表面的症状是三痘 眼睛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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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这种感冒 这四个关键性症状 这个病人见到眼皮沉下来 暈暈暖暖暖暖的 不想动的 因为它纷纷闻迷的感觉 疲惧纷迷迷 不口渴 这个就是点形的Gelsemium Gelsemium是黄末里 Yellow Jasmine 我认为黄末里 也有些人翻译为黄素香 不好意思 有时候中文医学名 我未必说得对 黄末里 黄末里容易记得 始终记住用Gelsemium 好了 什么情况之下 我们会用Gelsemium 当你在分娩的时候 你有很多作动 抽痛 那种铲痛 出现了之后 但你的子宫口 一点都不抗张 我们叫做 Rigid Ose Rigid Ose 就是Ose 就是那个子宫口 完全不能打开 我们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譬如遇到一个孕婦 她当时 就是个人温温顿顿 眼皮疼疼 来抽一下抽一下 但医生去检查的时候 咦 子宫厚一点都不开 记住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考虑用Galcemium黄沫里 最好有整体的变症 不要只是子宫颈不开 子宫厚不开 还有整体的变症 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 接着再和你介绍 Beladonna 大家知道是一个小朋友的高烧药 高烧药不是小小烧的 是一个高烧的药 Beladonna 可以这样说 就是经常用得着 Belado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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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文就叫做 癫茄 癫茄 这个疗剂 家里有小朋友的 一定要避免 因为癫茄 对于一种高烧的症状 是很好用的 其实癫茄 我们都经常听到 很多次介绍也有她的症状 对 这个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家庭要避免 最基本要避免 是吗 我经常听到 这个名字 对 什么情况之下 在怀孕期间 当你发现 你那个子宫颈厚是抽缩 而你那个 那个删痛 即便响停下 很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又疲 还有很厉害 是很暴力 很强劲 但抄来抄去都没有杂料 当然癫茄的症状就是 人的脸脸会红薄薄 而且心跳得很大力 心跳会红薄薄薄 脸脸会红薄 这种情况当然病人会突然对那些草音 对那些光线 对那张床被人吓一吓一吓 会很敏感 这就是癫茄的症状 癫茄记记住 Beladonna Beladonna 我们可以说是钟 Bel 钟好像 B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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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脈搏是响的 或者你觉得你的颈部 或者头部的脈搏是很大力的跳 其实是什么时候高烧的症状 对 没错 我亦都听过有一个经常有的症状 最近又回来的症状是有高烧的判症 好 那跟着呢 是 好 那跟着再跟大家介绍 那另外一种就是 Camam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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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种了 Camamela Camamela 就用这个练剂 有时候我们是用在一些最简单的时候 那个症状 那个症状 那个人就是不舒服到痛到 就直接发疯 发疯 就是不知想怎样的 总之脾气差到呢 你都忍不住他 这种这样的症状 就是 情绪症状要这样的 就是发疯 就是发疯 就是疯 你叫他什么 他都总之是 黏了线发疯 这个呢 真的很失控的 羊甘菊 Camamela C-H-A-M-O-M-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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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是时候休息一会儿了 稍后回来第二节 我会再重复 就是跟大家讲讲 不过我们集齐一次过 才重温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 第二节会介绍 鱼下的疗剂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大家好 我们回来第二节 刚刚先 袁医生和我们介绍过七种疗剂 就是帮助我们的孕妇可以顺利生产 我们是否还有疗剂要继续介绍 还有几种疗剂都很实用很常用 接着我就介绍另一个疗剂是咖啡 咖啡 咖啡 大家知道了 和外疗剂的来源是很多方面的 咖啡的人都经常喝咖啡的 喝了咖啡之后 通常有些人会有什么症状呢? 很清醒 很清醒 眼光光 睡不到 很敏感 一人睡不到 为什么? 少少声音都听到了 少少光都缠着眼 所以咖啡的症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很清醒 而且它的神经线是很敏锐 很敏感 所以咖啡的症状 它是不忍得痛 特别是怕痛 那种疼痛 对它来说是很难受的 那咖啡的症状 它也是怕痛 但它怕痛得来 它表达的形式 就会发泯诊 与咖啡的症状 咖啡的症状 很多时候都会症状 你见到咖啡的症状 在发泯诊的时候 你真的想刮它 你就给咖啡的症状 就是所有都可以 是的 一种情绪 什么都好 中脸炎痛 最普通的 什么是中脸炎痛 什么是痛得呱呱声 总之你安抚它 你搞到它 你给它 你要什么 你给了它 它又不要 总之你最后想刮它 你就用CAMAMELA 一枝CAMAMELA 灰水 放在它面上 都可以搞定 我怕你招很多家长 这些鸟仔 这些鸟仔 很瘋 总之很瘋 你想刮它 记住 令到你的感觉 哎呀死了 你想怎样 到底想怎样 咖啡的就是 它是很怕痛 很紧张的人 可能他平时 一个人也是很紧张 神经很紧张 这类的情况 忍不了痛 扭筋很清醒 记住用咖啡 这个症状是基于一个很小的症状 一个很小的症状之后 可以用到 如果你见到才能用 如果你见不到 就不需要用这一种 用黑星马 这些可以用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CALICARBONICUM 即Protessian Carbonate 英文叫Protessian Carbonate 拉丁文就是CALICARBONICUM CALICARBONICUM CALICARBONICUM 我们怎样翻译它呢 就是一种是碳酸甲 Protessian Carbonate 碳酸甲 这个通常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当你的症状痛 他的痛 就不是伸展到你的子宫 帮你去推胎儿的时候 而它走到背脊 坐底骨那里 Sacrum 坐骨那里 或者去到你的 向下移到你的大腿 尤其是当你的痛 一痛 那种蛇痛 到了你背脊 腰下的部位 Sacrum 那种痛 你记住是KID卡 K-Line卡是碳酸甲 亦都很多时候可以用在产后 产后的妇人有种痛 而那种痛是痛在背脊 你记住是Sacrum 那个底背 底骨的部位那种痛 就可以用在KID卡 很多时候如果在驼的时候 都是腰痛的 都可以考虑 但是在驼的时候 我一会介绍的另外一种 就是Anika 三甘车 三甘车通常 肚子脏得很痠痛 皮扯得很痠痛 有时小鲜在下面 还可以动来动去 踢来踢去 这种情况之后 我就用Anika Anika 我相信在我们灵丹妙药里 我们第一个介绍 因为这个可以这么说 有种创伤的疗剂 任何的软组织的创伤 那个孩子下面 慢慢踢你 踢到你 整个腹部是鸢鸢鸢鸢鸢 好像被人叹一身 那些 这个就是Anika Anika 用到什么情况之下 那个孩子一出生 你就给Anika 因为始终 那个临盘的生产过程 那个孩子是经过一个很大的创伤 由一个肚子里面的羊水保护住的 温温暖暖的环境 突然之间 逼一个很合宅的渠道 那个阴道 逼它出来 其实这个肯定有创伤 就算你推它 没有去扯它 没有去拔它 也好 都是一种创伤 那所以呢 我通常 那个Anika 三金车 是用在一出生之后 婴儿子第一剂 療剂 就用Anika OK 减低她出生的创伤 还有孕妇当然 她自己都很辛苦 是不是 很多软组织 盘腔 那些 那些 施到扯到怨了 那孕妇 妈妈 都即时 就用Anika 那所以Anika 是必备的 在你的怀孕过程里面 如果小孩踢到你冤冤痛痛 你记住 可以用三金车 Anika ARNICA ARNICA 大家应该都听过 如果是那个 产时 比如有时候 你去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 推一下 鼓来鼓去 也鼓不出 你的腹部已经冤了 你的腹部已经冤了 好像被人打过一轮 记住那个療剂是Anika 不一定是Colophyllum 不是一定是Semi-Safugur OK Anika的症状是Saw-Bruce的 即是鸢鱼那种痛法 不是我可以想象的 是尖锐的痛法 那个黑天马 Semi-Safugur 是一种射痛很尖锐的 在腹腔左右的射放射性痛 Anika 整个软组织好像没有力 好像被人打一身 可能你生十分之后 到最后你没有气 是冤痛 一势Anika 就不一定是Semi-Safugur 所以在疗势里面 你一定要具备多几种 至乎症状的演变 表达你用疗势 你用得适当的时候 是即时就解决你的痛错 OK 是很快 好像英女王一势 Colophyllum 二八C 黑星麻 扎里斯王子就顺利出现了 好了 袁医生你刚刚才不是说 生产小小创伤是在所难免的 是否不能避免 当然 这个不是一个 整个生产过程 当然是一个压力 一个创伤 但我不可以当它是病 始终是你看到 如果大家有生产经验 那种疼痛 是没有什么可以痛得到 三十一种疼痛 当然 人们有自己保护的能力 在那时候 你的腎上速度已经很强 你可以抵消得到 但你记住 不用担心 如果你需要帮助 其实同类疗剂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 和快速 和非常安全的工具 所以你不用怕 到时可以用 用错了都无所谓 最多没有材料 好了 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Nux Vomica Nux Vomica 是在文明地方 差不多是经常用得到的 就是马前子 马前子本身有少少毒性 马前子的阵型是怎样呢 马前子的阵型是有陈痛 或者有时绞肚痛 或者还未生 但是 时不时肚痛 有一种抽痛 可能也很强烈的抽痛 抽痛到你的人 就好像想去大便 或者想去小便 因压力感 可能在鼻子下面 便会移动 导致你有一种反射性 好像想去小便 想去大便 但是当然 你没有什么肚 总之 我们叫做一种 假的大便感 或者小便感 这是马前子的主要证认 马前子对气味特别敏感 有时他想吸吐 可能是一种叫ratching 他想吐,想吐,想吐,想吐 那种感觉是让我吐,我就舒服了 这是马前子的证认 通常这种在怀孕的几个月里有机会出现 或者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这种感觉 想去吐 他聚到你便想去吐,很急 但你又不能吐 有时聚到你,高梦那种压力感 想去大便,但又不能大 这种不适的痛 或者你对气味特别敏感 很多孕妇在那段时间 对气味特别敏感 经常见 这个就是马前子 Nuxvom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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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 这个也是女性常用得到的疗剂 就是pulsatilla pulsati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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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翁 pulsatilla Wing Flower 为什么呢 白头翁的阵营 通常是女性多 因为她通常是比较温柔 容易哭 我可以这样说 好像风花一样吹 她会跟着风来摇摇摇摇摇摇 但是pulsatilla 是跟女性的荷尔蒙很大 很大的关系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一个孕妇下 在怀孕期间的时候 就特别是情绪化 有时候就一想到 就好像哭起来 那样 还有一个pulsatilla 的阵营 她比较怕悸 她会常常打开窗门 在外面空气打开 她会舒服一点 但是她的情绪 在那段时间 有一种情绪化 容易哭 怕悸 喜欢打开窗门去用 好了 还有一个情况之下 那个 那个pulsatilla 有时候 那个怀孕 38周 40周 有时候 到最后 到最后 那个 那个胎儿 就应该 坐盘 到盆康 那里 有时候 你会发现 那个小孩 是没有入位 入不到位 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考虑 用pulsatilla 那就是说 可以把你的小孩 倒转 回去 那当然 这个 如果你的人 是当时的症状 是pulsatilla 的症状 那这个疗劑 就可以把宝宝 扭直 鎖 到盆康 这个就是 白头翁的症状 好了 接着 另外一个疗劑 就叫做Cuprum Cuprum 其实是铜 即是金银铜舌 是铜 C-U-P-R-U-M 英文是Copper 但始终 我用那个拉丁名 Cuprum C-U-P-R-U-M Metalicum 即是Metal C-U-P-R-U-M M-E-T-A-L-L-I-C-U-M 即是Cuprum Cuprum Cuprum 那个症状 就是抽筋 抽筋 有个像四肢的边缘 什么手指 脚指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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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得很厉害的 或者一下子 脚指 脚 抽得很厉害的 这个就是 Cuprum 那个症状 有万一下有时候 这些 孕婦有时候 突然之间抽抽到很多 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记住 可以考虑 Cuprum 这个症状 我或者跟大家 主要介绍 这个疗剂 最后还有一个 叫做Secale S-E-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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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毛菌 其实相当之有毒性 相当之有毒性 相当之有毒性 那这种的 在我们的同学疗法 在孕婦什么情况之下 用呢 当然 那个Ergo 如果你吃了这些 这样的 蜜里面 那种黑毛 是中毒 其中的症状 你的手指尾端 是会 潰烂 掉了出来 直接没有血 当然糖尿病 病人 到尾期 截肢 就会黑了 这个症状 也有时候 你可能是 冻疮 整个手指 掉了出来 就是黑了 但好了 在孕婦的情况之下 我们怎么会用呢 当然 这个症状 就是觉得 没了力 还有 他的症状 不是直落的 我们叫做Hourglass 的contraction 你知道 那个沙中 那种症状 应该一症状 就会向到盘腔 这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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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症状 就好像 沙中 里面 去到中间就症状 去到的地方 抽到的地方 是在中间的地方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比较累 还有 他的症状 这个症状 又小 这个症状 这个症状 老实说 这个症状 是常用的 在我自己过去经验里面 这个我都是 未曾有机会 用得着的 好了 那和大家一起 先分享了很多 这些几个疗剂 OK 那袁医生 刚才你为我们 各位听众 介绍了成 十四只疗剂 希望各位孕妇 真是可以帮到大家 遇到 即是遇到一些 生产困难的事件 就可以安然度过 一个又没有副作用 又不怕用错 又不用开刀 担心有副作用 大家不妨试一下 但袁医生 我觉得孕妇 应该还有其他烦恼 例如早前 我看到报纸 就说 我们的凯特王妃 就吐 即是这个 任神吐吐 吐到要入医院 那吐应该 都是很多孕妇的烦恼 那当时 王室 要派御用医生 去照顾我们的王妃 之后她就安然出院 其实你猜 那两个御医 是否普通西医 还是同类疗法的医生 因为要特地派去 虽然传媒报纸 没有提 只不过英女王 派两个御医去帮她 我相信 她医院里面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 没有医生 什么教授级都有 为什么要派英女王 要派御医去呢 肯定 这个一定是同类疗法医生 然后没有多久 就出院了 对不对 虽然还有一些问题 好了 我想 因为你曾经提及 那个开刀 英女王 因为用同类疗法 就避免了 被人开刀 国福的手术 也有些人 有种常常有种错觉 如果你第一次开刀 以后你都需要开刀 其实绝对不是 我听过 绝对不是 这个我自己的 在医学资料上 我医学资料 其实不是一定要开刀 我自己的另外一个资料 就是我自己的家人 我妹妹 我妹妹第一胎 我不在香港 知道香港医生 方便自己 当然 就帮你开刀就算了 第二胎 我在香港 我在山顶明德医院 在入马去 整个过程里面 那个医生 就一直告诉你 不可以 很久了 可能都要开刀 然后就吓她 可能这个是重点 大过些 很可能都要开刀 一直来引她开刀 始终我在这里 今次我在医院那里 我就用刀剂 结果 第二个女生 她生出来 跟第一个一色一样重 一点都没有重过 也没有轻过 妹妹一生出来之后 干干净净 抱着她 自己走回房间 这个就是自然医疗的 能够做到那个效果 就不像当病人 推出一推一推一 自己走下去 生了之后 抹干净 她的手很干干净净 不是血淋淋的 很快 这个第二个女生 一出生 第一个见到的亲人 就是我 我一直等着她 一见到就 所以跟我特别亲 好了 让我了解到 不好 是时不时就被人开刀 因为开刀始终要麻醉 对孩子其实也不太好 好了 说那个威廉太子的太太 凯特王妃 我跟大家说 在我的过去经验里面 我也处理过相当多的人苦 怀孕期间出现这种 孕神呕吐 很明显 当时你做了什么 你又不敢用西药 很明显 你敢不敢用草药 中药 你水也忍不住的时候 你用草药肯定都会吐出来 好了 可以这样说 最适合用的尿剂 肯定是同外疗剂 同外疗剂所用的分量 是一根小小的水 水的疗剂 或者几粒糖 五粒十粒糖 好了 跟大家分享 因为怀孕吐肚真的很烦 很烦恼 是的很惨的 如果你吐得厉害的时候 你便没有营养 就会影响胎儿 是的 其实后果也挺严重的 因为我和我女儿 也吐得很厉害的 你会变得自己没有精神 会搞到 好 不用怕了 如果再要有的时候 有很多女儿 谢谢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几个 第一个就是 Nuxvormaker 马前子 马前子 还有一个就是 Antimonian Crudum 先说马前子 对不对 大家常常说 马前子的症状是 想吐吐不了 想吐吐不了 OK 这种这样的症状 如果当时你想吐 哎呀我都想吐 但是吐不了 很辛苦 吐不了 好了 这个就是Nuxvormaker 那个疗剂 就是马前子 NUXVOMICA 另外一个就是 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 Antimonium Crudum C-R-U-D-U-M C-R-U-D-U-M Antimonium Crudum Antimonium是什么呢 是一种矿物 是一种什么呢 是流化梯 Antimonium 是 Antimonium 是梯 就是金字边 一个 一个 那个梯 流化梯 是Antimonium Sulfi Antimonium Sulfi Antimonium Crud Antimonium Crud 重要的阵型就是 你叫新条尼出来 如果条尼是白的 白胎很厚的 丰厚的 欲巴 咬咬咬 就不用 用? 另外一个 我叫 I-P-E-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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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种 I-P-E-C-A-C 就和 别人友谈 我叫 疼疼疼疼疼症 hardship 从我钟 肚根很明显与吐肚有关 肚根有很多胃气、作呕 新条鸟给你看看 虽然是吐肚 但鸟胎是很干净的 没有胎 这是肚根的特征 一般来说 吐肚跟肠胃有关 肠胃有慢的肚子通常是鸟胎口 但鸟胎的肚根很特别 虽然是肠胃嘔吐的感觉 但胎胎是干净净的 这是鸟胎的证义 再和他说 这个疗剂是很大机会 王妃、太子妃应该会用得到 这个疗剂是叫Symphoricarbus Racemosa 暂时找不到中文翻译 先诺一诺 因为这是很严重的疗剂 严重的吐肚作员是很厉害的 Symphoricarbus S Y M P H O R I C A R P U S S Y M P H O R I C A R P U S Symphoricarbus Racemosa 不翻譯了,總之你串了就算了 這是一種很嚴重的作夢 吐到不斷地吐,黃膽水什麼鬼都沒有了 如果你遇到一種吐,什麼鬼都吐了,不斷地吐 就用這個療劑就行了 我剛才所說,沒有離胎白,沒有離胎乾淨 想吐也吐不了,不斷地吐,吐到黃膽水都沒有了 就用二八絲,一劑兩劑就完成了 這是Semphorocarpus 接下來是另一個療劑,Colchicum Colchicum Colchicum Colchicum這個療劑,我們經常用在痛風 那裡的中文叫秋水千,或者叫番紅花 Mildo Saffron Saffron是紅花,即是外國的紅花,或者叫秋水仙 Colchicum也是一種西藥,當然西藥是在同學療法裡帶去用的 Colchicum的證形就是,你嗅到任何食物氣味都不行的 即是如果那個人會跟你說,千萬不要讓我嗅到食物 一嗅到食物,我就嗅嗅嗅了 那應該也挺常用的 這個也可能有機會,特別對食物的氣味 記得是秋水千 好了,還有一個症狀就是Colchicum Colchicum就是K-A-L-I-C-A-R-B 就是剛才都說過的 就是什麼呢?是Protestium Carbonate 是不是那個炭酸甲 炭酸甲這種感覺就是,它作悶,但沒有吐的 通常它走路的時候就出現了 走路的時候,又作悶,但吐不到 很睏,一吃東西就睏了,一吃東西就睏了 如果你遇到這種症狀的時候,記住是K-A-L-I-C-A-R-B 同類療劑其實都很多的 再介紹另一個給你看,Sipia 蜜魚 蜜魚是一個很常用的苦科常用的症狀 亦都跟荷爾蒙有關的 Sipia就是S-I-P-I-A S-I-P-I-A就是烏冊的蜜汁 可以說是蜜魚汁,烏冊的蜜汁裡面的 通常的症狀是吐到整個肚子 好像什麼都沒有了,兇兇了 吐完之後,人都舒服了 蜜魚汁跟Poulsatela不同 Poulsatela的症狀是很癡人的 好像沈蚊仔很癡人的 經常是貼著媽媽,貼著爸爸 而且是很悲哀,很容易哭,很情緒化的 蜜魚汁就剛剛相反了 她沒有了感覺,情緒很平定 如果生了小孩,她又怎樣? 她又沒有什麼 不是特別驚人,不是特別喜人 總之是一個很平定的 很多女性更年期,就會進入這個階段 對老公、對小孩完全沒有了感情 那時候可能會離婚 有時候,如果你發現這個情況下 你想想是否用蜜魚汁去救回婚姻 這就是Sepier 是我們經常使用的療劑 跟療法的療劑其實也很多 我只不過跟大家介紹 是經常使用得著的 而且過去在我三十年的行醫 我都有機會使用到這個 去陳腥解的這幾隻 那袁醫生你今天都為 準備懷孕或者懷孕中的孕婦 解決了很多疑難 應該 尤其在嘔吐那方面 都是孕婦面對一個挺辛苦的特徵 多謝袁醫生 不過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如果聽眾有些比較棘手的問題 自己又處理不到 想向袁醫生諮詢的歡迎打電話 去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 是25773798 各位可以打去預約一個指定時間 跟袁醫生見面談談 我們今集來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我們要跟大家說聲再見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